朋友们 我刚才说了 明天要出去唱戏去 国室我们暂停一天 但是 时帅时说 因为短 我们就不停了 我就再多说这么一段 周六奉献给大家 朱德在上海四处碰壁 心灰意冷 如此情势之下 上天给朱德唯一的慰问品 是十年十九岁的川妹子 贺志华 作为旧军队里老总的生活标配 早年的朱德身边 从来没缺过女人 风花雪月风场作戏的不算 有名分的妻子 出川之前就有过三位 朱德的原配 是在舅舅家的表姐 婚后半年 本来就不情愿的朱德 便离家外出求学 从此就再无夫妻之时 云南讲武堂执教的时候 朱德少校 认识了大脚的师范女学生 萧菊芳 二人情投意合 婚后你帮助我 我帮助她 夫妻恩爱有加 萧菊芳为朱德生下了 朱德一生唯一的儿子 朱祁 萧菊芳后来因病去世 朱德哀痛之余 曾经赴师盗王人 草草因缘 结乱年 不堪回首 师缠绝 枪林弹与生涯里 是否精油 必酒泉 清真义切 当年的老总 惊扰 萧菊芳的可能是 枪林弹雨 也可能是 朱德金屋苍娇 因为 萧菊芳去世之前 曾经有一段时间 朱德和他 在四川和云南两地分居 就在此间 卢州城隍司令 朱德一边和孙炳文 兄弟之间 畅谈人生理想 一边呢 去娶了孙炳文的外甥女 叫陈玉珍 估计是情深四海 要不怎么连辈分 都不考虑了 昨天还让老大哥 一夜之间变成了 自己的旧账人 这才叫革命者 陈玉珍 神情散懒 散懒 有临下之风 又知性贤惠 秀外惠中 同样长着一双 朱德喜欢的大脚 他没裹脚 萧菊芳去世以后 陈玉珍 不仅带朱棋 视若己出 还在征战杀伐的岁月里面 为朱德 悉心打造了一方 诗书竹菊的方寸净土 让朱德和孙面文等人 呼朋唤友 沙龙聚会 酒足饭饱之后 在那言必称希腊 可是好景不长 到唐济饶失败之后 朱德离妻别子 暂避风头于阳森处 南北游历在京户之间 喝凉水都塞牙的时候 失了洋场 朱德遇见了人称 开疆之罪的四川美女 贺志华 张国陶的夫人杨子烈 曾经回忆说 说贺志华生得的确妖艳 妖娆 柳眉性眼是怒中待笑 愁中见喜 见了高级负责者 热得像团火 那么在人生的冬天里 瑟瑟发抖的朱德 就这样被贺志华的一股暖流给涌变全身了 带着自己的私房钱 和金汉廷等人赞助的分子钱 朱德和好哥们孙炳文 新女友贺志华一起 拿着三张新船票 登上了开往法兰西的客船 欧洲经历了几年 朱德最大的收获 就是和孙炳文 一路狂奔从法国一直追到了德国 终于追上了 中共旅游支部的领导人周恩来 周恩来多会做人 那多会办事 比陈独秀是不是情商高多了 周恩来向朱德张开了怀抱 1922年的10月 朱德迎来了一个人生中 极其重要的事件 经周恩来和张申甫的介绍 朱德 孙炳文 贺志华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 张申甫 这是何等的人物 张申甫大家知道的可能不多 张申甫的资格 是和李大钊 陈独秀比肩的 张申甫是中国共产党 最早期的领导人 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立者之一 张申甫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同时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这资格老到了什么程度 张申甫 大家记住中共历史上了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论资历 中共早期的女党员贺志华 是和杨开慧 向金玉 蔡畅 邓颖超 这是一个辈分 曾经的中共副委的八姐妹之一 这个贺志华要是后来不亡 不判 要是一条正路走下来的话 中共建政后至少是全国复联副主席 或者全国人大常委或者政协副主席什么的 怎奈 从懂事儿时起 赫志华就是一个 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 雕准的这么一个拜金女 从一开始 他就是把腰缠万贯的朱德 视为自己的金主才奋不顾身 直到后来 背叛朱德 改嫁党内的小白脸 霍家新 为了三千美元的悬赏 夫畅夫随 出卖了中共的大佬 罗易农 成为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叛徒 随着周恩来一声令下 红队出击 霍家新 死于乱枪之下 贺志华被打瞎了一只眼 逃回老家 不知所终 这就是曾经的朱德的一个夫人 就是这般的下场 那么在德国期间 朱德曾在 戈廷根的这个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学 学习之余 实用时的领知学弟 学妹妹游行 抗议 发传单 办刊物 组织什么反帝晚会 为此 曾经的云南警察厅长 两次被德国的警察逮捕入狱 直到最后被吊销了护照 并被驱逐出境 带着身怀六甲的贺志华 去了苏雷 在莫斯科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和私修啊 马哲啊 之后1926年 为妻子贺志华和女儿朱敏 留下了巨额的生活费 备足了超量的生活必需品 举手长牢牢 朱德 朱德 回国了 受陈杜秀的指派 回国以后的朱德 作为中共的秘密党员 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 回到四川 再进阳森军中 和新朋友陈毅一起 做老同学阳森的工作 当时的四川 刘湘 刘文辉 杨森 邓锡侯 各霸逆方 杨森 重兵于川东万县一带 对时局的变化 抱观望的态度 北伐节节胜利 国共双方都希望杨森 能够改其意志 加入国民革命军 对此杨森也不拒绝 但同时呢 也不割断自己 与北阳军 伐吴佩孚的关系 还接受着 吴大帅的委任 当着四川省长 暗中还兼任着 吴佩孚任命的 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 脚踩两条船 坐窗观火斗 代驾而故 直到北伐军 胜利的拿下了武汉三镇 吴佩孚大势已去 杨森 才算最后的归顺 正式就任了 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军的军长 朱德 做了他军中的党代表 但此时的杨森 对这个自己的老同学 朱德就很有顾忌了 眼看着朱德 带着一帮国民党员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搞政治 他怕朱德伟大不掉 就跟朱德说 欲接胸 听说汉口对外开放 搞得不错 灯红酒绿 酒职肉林的 要不你带着众兄弟去考察考察 就这么着 十字场 是等于 李宋 朱德 出境了 那朱德到武汉后不久 就去了南昌 南昌当时的驻军 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军 第三军是什么出身的 颠军 第三军的军长是谁呀 云南蒋武汤模仿二猪的另外一个猪 猪培德 第三军和随后建立的第九军中 很多中高级军官都是朱德 云南的故旧 所以呢 共产党希望朱德能够去南昌在三军里面为中共做点事 于是朱德就上老同学那儿 潜伏去了 下次我们继续